好声音导师为了抢学员,经常说选我,我带你参加我的演唱会,我想问,最后都实现诺言了吗? 半壁江山汪峰2014年12月6日,风暴来临演唱会一场厦门战的时候,来了四位好声音学员帕尔哈提、李奇、王卓,更次到厦门演唱会驻镇 算是因为汪峰导师的承诺,带你去我的演唱会,五个人一起演唱了像梦一样自由,现场非常嗨 还有更加出名的32郎杨坤杨32,好声音的时候他多次使用选我,选我就带你参加我的32场演唱会的梗来吸引观众 虽然杨坤资历不如其他三位,但凭借演唱会的吸引,还是受到学员不少瞩目,有不少更是奔介演唱会去的 到底32场演唱会举办了吗?没多大动静啊,是不是骗人? 其实是举办了,从12年12月到13年4月,将近4个月,举办了32场,平均4天一场,但都是二三线城市,规模虽然不大,但胜在应了承诺 当然这32场也是少不了好声音学员的 12月开始南昌战的时候,学员就来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张克轩、邹洪宇、戴岳等明星学员 之后陆陆许续、尼亚峰、金志文、关哲、武嘉丽还有丁丁、张伟奇、艾众、邹洪宇、丁绍华等都登上过舞台给导师杨坤主力 所以,大体讲明星说的带学员上演唱会是实现了的,怎么样,回答还算满意吗? 有啊,1月27日我参加了在马来西亚周杰伦的地表最强2演唱会,陈颖恩现身当嘉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